大家好,我是胖子 今儿个咱们来聊一个有关智商的话题 就是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了 正好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找了一个叫大风吹的托 天天在直播间里演戏吗 就这个居然还有人去给他刷礼物 傻不傻呀 哈哈 宝贝,到底是你傻呀 还是人家傻呀 其实这种观点呢 恰巧印证了曹网红的那句名言 有什么样的粉丝就会有什么样的艺人 有什么样的艺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粉丝 老话讲嘛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如果说啊,大风吹它不是个托 就是一普普通通的黑粉 就是单纯的喜欢凑热闹的话 其实这不过就是一个降维打击 对于正好来说,并不露脸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正好 他毕竟是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 而且还能说评书 自己在沈阳料过地 而且还干过十年的电台主持人 说白了,他是靠说话挣钱吃饭的 如果说他连一个黑粉都接不住 那就别干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大风吹它就是个托 正好和大风吹这个互动 就是事先准备好的剧本 那就太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看不上剧本 他觉得剧本不够高级 其实不然 你各位想一下 舞台上的相声难道不是剧本吗 电影院里的电影难道不是剧本吗 这么说吧 所有的表演艺术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剧本 只要它效果好 它就是这份的 碰起人家正好的直播间是零成本投入 就是一个手机 手机前面坐一个人 反观草网红 每次直播都不止一个人吧 旁边还坐着直播运营吧 光是直播的设备就得大几万吧 这我还得给他少说呢 可这直播效果呢 差了一大截 如果说正好和大风吹 这真是一个剧本的话 话题够新颖 台词有效点 连续几个月不重复 而且还能吸引大批的新观众 我的天哪 这背后这高人到底是谁呀 难道说是女王大人吗 应该不会吧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女王大人 提前设计好的剧本的话 反正我要是曹网红 高低要把这个人才挖过来 要多少钱你说 我绝对不还价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朋友们觉得胖子的观点 还有点意思的话 多多点赞关注我 再见